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过一件他趁心的工作 五年来他做过业务员 快递员 物业管理人员 超市送货员 没有哪个工作持续过三个月 每天回家孩子他不带 家务他不做 说什么他这是事业上升起 此刻看着他 又躺在沙发上刷着抖音 我就想一脚踹死他 我忙着做饭 第一百二十次叫他帮忙照看小孩子 他永远都是嗡嗡嗡 嗡了多少遍还是原地不动 这时儿子抱着奶粉满屋子跑 奶粉撒了一地 我大喊着 郑海你死了吗 你看看你儿子干的好事 他看了一眼儿子 儿子在那乐呵呵地笑着 他也笑 我看他已经坐起来 可是手里还不放下手机 等我给儿子洗完澡出来 他又躺了下去 还保持着翘得双腿的姿势 双手忙着在手机上滑动 口中说老婆你把风扇给我挪一挪 我火了 一个脸盆摔过去 我还给你挪风扇 我巴不得你从我眼前消失 一个箭步冲到门边 我一下子拉开门 郑海你滚 你马上滚 他吼我一声 你这个泼妇 你看看你哪里还有女人的样子 泼妇 我冲过去就给了他一巴掌 滚 他抬起手来要打我 儿子挖的一声大哭起来 我连推嗓把他推出门去 他骂骂咧咧地走下楼 我啪地一声关上门 麻利地上了小锁 抱紧坐在地上的儿子 眼泪和汗水一起流下来 越想越生气 越想越觉得委屈 这几年来 我都想着给儿子一个完整的家 怕孩子以后被笑话担惊家庭 可是呢 我的忍让成了他不负责任的资本 每天不是打麻将就是玩手机 花费都是我给他交的 他打麻将欠了一屁股债 家里家外都是我一个人之称 活生生地将婚姻过成了丧偶 还多了一个中年巨婴儿子 我真不知道我是嫁了个人 还是嫁了个畜生 哭完了 打扫好卫生 照顾着儿子吃完饭 刚坐下来休息 门就被敲响了 我索性抱起儿子进了房间 管他呢 老子眼不见心不烦 尼尼开门呢 尼尼 尼尼 儿子一听是正海的声音就说 妈妈快去给爸爸开门吧 开什么门 我恨不得他有多远滚多远 妈妈去开门 不开 妈妈不是乖妈妈 不给爸爸开门 小兔崽子 你还管上我了 老子就是不开门怎么的 我看着儿子 他低下头 跑去拿钩金木盒子过来 任凭敲门声越来越大 我直接捂上被子睡觉 儿子坐在旁边玩金木 直到敲门声渐渐消失 第二天 婆婆打电话来了 我想都不用想就知道 他无非就是帮正海说话 怪我不识大体 我直接没接 可是当我写好离婚协议 要跟正海谈的时候 却联系不上他了 打电话就是通话中 换了电话打也没有用 我索性不打了 爱接不接 他要是死在外面 我还乐得清闲 婚都不用离了 老天 保佑我做个寡妇吧 电话里跟我妈吐完苦水后 我妈说 她和我爸帮我带几天儿子 我就蹦得着 把孩子送到她那里去了 我在想 这房子我出了装修费 房贷也是我在还 当然得归我了 但是房子首付是郑家付的 到时候肯定婆婆又要左腰 说起来 首付也不能算郑家出的 是正海同父异母的哥哥 郑乔阳出的 正海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 郑乔阳 郑乔阳幼年丧母 公公娶了婆婆后 婆婆升了正海 大哥初中毕业后 婆婆就没有让大哥继续读书 大哥外出打工 收入还必须给家里 供正海上学 一开始那几年 大哥都给家里寄钱 后来他发现 县城里开快递点是个商机 就自己把钱存起来 婆婆和大哥 因为没有寄钱回家 一时闹翻 大哥一气之下 干脆一毛钱都不给他们了 大哥从他们开工厂的舅舅那里 借了些钱 就加盟了几个快递点 那几年 电商发展火热 大哥也从中捞到了金 还没有娶媳妇的大哥 又在城旁边 开了一家物流中心 我和正海结婚那会儿 不知道婆婆用什么神仙手段 房子首付都是正乔杨付的 等于婆婆没出一分钱 可婆婆还是强烈要求 我出装修费 我只知道买房交易那天 大哥刷卡时沉着脸 满眼的无奈 正海和婆婆却洗上眉梢 我问过正海大哥 为什么出首付 他总是含恨乎乎地说不清楚 我也就没有问下去了 一个星期后 正海跟个流浪汉一样的 出现在我面前 他那几天不洗的头发糊糊渣 邋遢的样子 我看了就恶心 一眼看见他 我就急忙找包里的离婚协议 他突然拉起我 就往门口走 我面对着同事们的注目 抽回手跟在他身后 走到公司楼下的胡同里 他四下里看了看 压低声音跟我说 你手头有没有十万块 借我用一下 我一下子头嗡嗡作响 先不说我有没有 你借了我的还没还呢 再说了 我一个上班养家 哪里还有钱 你要十万块干嘛 他又到处看了看 还不是怪你 把我赶出家 我去了妈家 妈不收留我 还让我跟你道歉 可是我回家 你又不开门 就和大文去搓了几天麻将 接着他很委屈地说 我都去过大哥那里了 他说他最近周转不开 没钱 我扒了开他 指着他鼻子说 告诉你 我没有钱 你爱找谁找谁去 不是 你念 你不能见死不救吧 我这次借的是高利贷 我说了五天还的 我再说一遍 我没有 你 可以走了 突然他的电话响了 他接起来 立马满脸堆笑 好好好 我今天一定抽到钱给你 嗯嗯 是是是 我看着他打电话的怂恙 真想给他几个耳光 当初我怎么就会看上 这么个人渣呢 一回家 郑海又是躺在沙发上 嘴咧着刷手机 我把离婚协议 推到他面前就进了屋 什么 你你 你要离婚 你说你至于吗 不就是没有及时帮你看孩子吗 这么点小事 你非要搞得这么大 我已经不想再和他做无谓的争吵 我没有接郑海任何话 他说他考虑考虑 就拿着几件衣服又出了门 几天后他又突然提出来 要和我出去吃一顿散伙饭 我不知道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我答应他了 散伙饭也吃了 离婚登记日子也商定好了 傍晚时候 婆婆却突然来了 啰啰嗦嗦 无非就是让我再给郑海一次机会 我说我已经给他太多机会了 婆婆去厨房倒了杯饮料出来 一边递给我 一边说着 他已经帮郑海还了那十万 让我不要担心之泪云云 我接过婆婆递过来的饮料 一饮而尽 我说那些我不管 这婚我是离定了 他立马拉下脸来 离婚离婚 离什么婚呢 男人爱玩一点 不是正常的吗 你至于因为一点小事就离婚吗 至于 我也懒得和他讲道理 看我执意要离婚 他也没多待 和郑海一样 骂骂咧咧地走了 大哥和郑海又来了 我很吃惊 大哥怎么会来我家 我想问 却发现自己头好晕好晕 只想睡觉 他们坐在那 说些什么我都听不清楚 我是被婆婆打醒的 我脸蛋痛到发麻 眼睁开一看 我居然一丝不挂地 抱着同样一丝不挂的大哥 再看看眼前的郑海和婆婆 我脑子里像闪过一道闪电 我拉起被子捂住身体 大哥蹭地站起来 光着身子就和婆婆扭打成一团 郑海拿着手机在拍照 我套了件衣服 就去抢郑海上的手机 他躲边上大骂我是个婊子 勾引他大哥 我气急了 仔细回想起刚才 我就喝了杯婆婆给我的饮料 明显就是她在饮料中做了手脚 如果婆婆一个人 又怎么能搞得定大哥 再加上郑海那小人得志的嚣张神情 答案不言而喻 我眼泪巴达巴达流下来 想不到夫妻一场 却是这样的不堪结局 更悲哀的是我儿子身体里 居然流着这种人的血液 大哥愤怒地抢了地上的裤子 往身上一套 就一屁股坐到客厅沙发上 两眼瞪着婆婆 你到底想怎么样 这次又是什么把戏 婆婆当然不甘示弱 她仰几下巴大声说 我儿媳妇被你睡了 虽然不知道你们谁勾引的谁 但是 话还没说完 就被我打了一巴掌 她跳起来要打我 你这个贱人 你自己干的好事 你还敢打我 够了 妮妮 你让她说 她想怎么样 郑乔阳看了我一眼 我推开婆婆 婆婆捋捋衣服 说只要大哥出十万 给郑海还账 这件事就可以解决 我算是明白了 婆婆看我执意要离婚 想在我临走前 利用我儿大哥一把 苦笑一声 我当然不会让大哥 再上这样的刀 也不想成为他们的棋子 我装作上厕所 拿出手机给闺蜜发信息 让她帮我报警 说我被下了药后 婆婆和老公 派了我和大哥裸照要挟 随后我按下录音键 把手机放在口袋里 走了出来 大哥红着眼睛怒骂婆婆 一把年纪不知羞耻 玩花样也不换换 上次为了房子首付 嫁祸她强奸郑海表妹 这次卷搭闪儿媳妇 我看着角落里一言不发的郑海 和面红耳赤 狡笑的婆婆 我走过去 就给了郑海一巴掌 垃圾 混蛋 想要钱自己去挣啊 陷害自己老婆 你算个什么东西 婆婆看我打了她儿子 她一把扯住我的头发 把我往里拽 我转身和她撕打在一起 边打我边大声和她叫骂 引她一遍又一遍地说出 要大哥给郑海十万还账 否则就把我俩的裸照到处发 让我们以后没脸见人 我甩开婆婆 一脚向郑海踹过去问她 你是个男人 你说句话 你怎么个意思 郑海一把扯住大哥衣袖哀求 说他借了高利贷 也实在是没办法 邱大哥帮他这一回 这时敲门声响起 我冲过去拉开门 几个警察站在门口 这场闹剧才算结束 警察把我们带到警局 我和大哥被带去医院咽血 我和大哥的血液里 都测出来还有迷魂药的成分 警察又派人回家取了物证 婆婆这才怕了 她怎么也没想到我会报警 去警局的路上 就不停地暗示我要小心点 以后还要不要迷胜 我就冷笑了 连自己老公和婆婆都能做出这种下三滥的勾当 我还怕丢人 最终婆婆和郑海各种撒泼耍赖无用 眼睁睁看着我和大哥离开警局 而因为我提供的那段录音 警方认定婆婆和郑海利用麻醉药 敲诈勒索成立 这下他们算贪上大事了 我的婚离得还算顺利 郑家为了求得我和大哥的原谅 老老实实地给了我房子和孩子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感谢观看